爆大头正中复出47岁女星受益捐辩女神 47岁韩国女星高贤婷年初主演新剧《Gay Turn》收视传出佳机,却爆出她有大头正,不仅在片场那导演脏话,甚至出手打人,遭剧组开除换脚,经济公司虽否认打人一事,仍让她形象受损。 她13日以评审委员身份出席釜山国际电影节,身材瘦了一圈,立刻引发话题。 高闲婷典礼当天身穿连衣裙及西装外套,搭上华丽珠宝,对比她年初出席《Gay Turn》记者时稍微发福的模样,身材的却瘦了不少,也更有女人味。 高闲婷早前一敲定街演热门剧《林佳律师赵德浩2》与普新阳携手合作,预计明年1月播出,网友留言,高闲婷加入好期待,终于要开拍第二届,但也有人酸,工作人员要紧张起来了,有高闲婷又有普新阳,这拍摄场地应该很可怕。